-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一起被達人 我是尤庭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談來賓 張森薇 薇薇姐來到我們現場 好好好 大家好 薇薇姐是著名分析師 我們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台北股市 老實說經歷了比較顯著的賣壓之後 在過去兩個月又開始做顯著的回談 那今天是封關 所以投資朋友很難在未來幾天 針對我們的建議直接來做操作 但是在新春開盤之後的立即解析 我們今天就來跟投資朋友 多做些留意和觀察了 尤其我們看到現在1月下旬 美國財報季其實從上禮拜五 就已經開跑了 這次銀行股 普遍財報是優於預期 那過去我覺得有一種慣性 好像市場或者說這些投行 針對當前的財報 它的預期啊 因為現在是熊市格局嘛 通常調的比較低 後來財報公布出來都沒有比想像中來的差距 所以1月底下旬 會不會有一波比較顯著的反彈行情開始出現呢 這是影響台北股市在封關 到時候新春開盤之後的第一個轉捩點 第二個轉捩點是到時候新春開盤沒有多久 2月2號聯準會的FOMC會議就召開了 那我們都很清楚 現在你說升息週期來到四分之三 其實已經差不多的位置了 升息週期是準備要結束了 但是通膨它的目標有達到嗎 戴爾薇薇姐也來做一些猜測已經看法 如果整個升息週期的拐點已經到 那到底現在影響的是通膨 影響台北股市可能性比較大 還是衰退也就是基本面影響到台股的氛圍會比較大呢 待會都來做一些借鏡 所以我們做一個總梳理 來了解到底2023年 它是一個熊市年 是一個景氣下行年 還是同時它也是一個復甦年呢 所以到底是一個先蹲後跳 還是一路下行的格局 待會來跟投資朋友說清楚 我們先請教薇薇姐 當前我們在台北股市封關這段時間 有哪些因素是我們台北股市無法立即反映 但是新春開盤反而可能會有大幅波動的 是 我想第一個就是浩浩剛特別提到的 美國的超級財報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很立即的影響 那在這裡面還有很多各式各樣 來自於影響全球股市的數據 我們這上面其實不多講 我們光從20號之前 我們還沒有把這個包括像是這個 2月初以前 就是我們在封關期間全部列出 但你可以看到包括有日本的利率決策會議 或者是美國的新务開工等等 它其實有經濟的數據在這裡頭 但我覺得它其實真的沒有我們台 這個就是美國的超級財報就影響大 因為它畢竟有很多都是我們台北股市 很多的大廠它的上游的客戶 或者它的訂單來源 第二件事情當然我覺得這個超級財報都會影響 那在這裡面帶出了幾樣重要的問題 是今年我覺得不可忽略的 在今年如果要看到底熊市有沒有到底什麼時機點落敵反彈 它必須要參考幾個重要的部分 一個部分一定是通膨目前會指情況到底如何 剛剛浩浩已經有先舉例到 第二件事情我真的覺得目前為止 庫存的情況到底消化如何 那麼當然FOMC的升息就跟著通膨一定會有一些影響 那當然還有一個部分是我們今天 我們在準備過程上沒有特別去放大它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地緣政治的影響 這些部分都是在今年一整年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台股先蹲後跳的機率高 還有台股封關 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這外資他的熱錢進來 你可以看到這兩天股會情況 哇這個搶搶棍 但是今天比較不一樣 今天封關呢 靜關有點勤怯 萬五能不能順利收關 我們的確有一些問號 但我覺得這些部分都是綜合 今天在封關的當日 那我覺得預估到時候 新春到底有沒有機會開紅盤的一個時機點 OK 那這很有趣 因為如果你觀看過去幾個交易日 就算台股有時候 有時候有走跌或者有時候亮所 那外資對於台幣 始終都是抱持著一個升息態勢 始終沒有把台幣換回美元 那就說明一件事情 這次外資肯定是要報股過年了 那如果它報股過年 那如果是新春開盤之後的表現 加上這次的財報週財報季 你會怎麼預判 到時候1月30號開紅盤之後 大概率一兩週的走勢會怎麼走 好 那浩浩我想 大家很多參與投資的觀眾 大家會很熟悉 我們剛剛表格上面就有Q這一張 那我覺得剛剛已經有講到總體的趨勢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概率好不好 一般的那個上漲的概率 在新春開紅盤當天 開紅盤的機率大概是在70% 7成左右 那但是如果是開紅盤第一天上漲機率 大概是75% 但是一個月大概也是在75%上下 這是一個從2003年統計到2022年 它目前大量的機率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去年因為很high 在2021年的時候非常high 那開紅盤歸開紅盤 但是事後的大家如果沒有記錯 那個開紅盤沒有多久 台股就從高點一路往下殺了 那happy的日子過完之後 就是造成去年2022年一整年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新春開紅盤只是一個一部分的意義 但比較重要的是這些資金要parking多久 那近期就像浩浩剛特別提 我們如果說在這個這幾天外資進來 我覺得他是要parking一段時間報股過年的哦 那所以我們自己的散戶朋友 我們自己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外資法人都要報股過年了 他報哪一些個股過年 而且憑什麼他壓住這些個股 以及未來他新春開紅盤會怎麼樣的走勢就要影響到 我們自己要不要跟著報股過年 但今天只剩下最後的一點點交易時間了 我想大致上大致底定了 我想正常的情況 除非你有什麼特別的衝動 想要去追高麗想要去追東哥遊艇 那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人已經心裡大張底定 目前看起來散戶提款的多 這幾天你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關股去我們的國家隊 有些看起來提款的多 所以今天到了尾盤 像現在的情況大概在橫盤上下 如果我以當下現在時間點11點35分左右 好 台股目前我指的情況大概就在平盤上下 現在又由紅翻黑了 剛剛反正就在平盤 現在大概跌兩點 跌兩點 所以這樣看起來 在14924我看 真的要拉到尾盤想要華麗的風冠萬五 好 剛才我有談過 我覺得看起來要有病 但是如果新春開紅盤之後 因為現在籌碼乾淨了 要拉的話 那速度可能就比較快了 比較容易 但是投資朋友也要了解到 剛才我們看了叫做上漲機率 是 不是上漲幅度啊 你上漲0.1% 機率不要以為 OK 所以要了解第一件事情 我們做一個中性的判斷 但最終 為什麼我們說等到新春開紅盤之後 會有非常多的消息 值得我們去判斷 但我們現在在先提前來做解讀 好 那就是新春開紅盤之後的三天之後 聯準會的Apple NC 會議就召開了 對 馬上 那麼聯準會這一次我們看到12月的通膨 老實說下行路徑是蠻顯著的 是 從11月7.1% 直接下滑到6.5% 當然如果每一次這樣下行 那今年通膨就到0了 所以也不會下行這麼快 那我們要怎麼觀察 到時候聯準會在2月份 所發表的談話 威姐會認為 今年的升息週期 會什麼時候來到了一個轉折點呢 這個轉折點 到底是因為系統性風險發生了 股災發生了 是必須轉折 還是說因為它的通膨目標達到了 所以到時候可以深的 緊縮的稍微停一停 先提到 剛浩浩提到 是不是通膨目標達到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還是有一些問號 因為目前它的通膨 現在它設定在2%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一個比較中長遠的目標價 可是光是以它要達到這個速度過程當中 今年馬斯克還剛剛還在外面休息 他講說這種非常激烈的一個 所謂的升息的部分 會把所有的企業都打歪了 目前為止各個企業 你可以看到美股裡面的尖牙股 為什麼大家屁屁是話 它公佈出來的財報 萬一各個方面今年是下行 我指的是去年殺估值 也就是本益比過高 泡沫的部分殺一殺 今年很可能就是它的財報不OK 因為你升息成本過高的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通膨有下降 彎頭往下 這是一個趨勢 但是你真正要達到所謂2% 我真的覺得機率不是很高 但我覺得我們只能說 消費者物價指數跟核心 一個是CPI 一個是核心CPI 的確是往這個趨勢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近期我們在一般預估 FOMC 目前為止市場上是這麼評估 有可能大概就是升息一碼 然後2月呢 2月先升息一碼 那麼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就是逐步也是往下 那麼有沒有可能這個5月的部分 可能就是到了升息一個 maybe再一碼或者是就到頂了 目前為止這個上面透露數據 大概就是差不多到頂 所以有可能彎頭 這個轉環在這裡 但是真正的降息 降息的情況我真的覺得會以 這個企業衰退 硬著陸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可能到時候會有一些影響 那目前為止大概 預計是在2023年的 靠近年底 大概11、2月左右 我們剛剛那個表格 大概那時候才有可能 會有降息的可能性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因為聯總會官員 目前所發表的談話當中 目前還是屬於鷹派談話 就嘗試著要安撫市場說 不要過度的樂觀 打擊通膨是我們堅決不變的目標 那是否就說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接下來的確 通膨的目標 按照聯總會的入境當中 中長期它是有機會達到的 但是如果市場過度樂觀的話 它可能會達不到 所以最好股市的漲幅也不宜拉太大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比較觀察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現在看到 如果通膨的下行入境已經形成 那就如同您剛才提到的 現在等於是說 未來股票市場的變化 是利率政策 利率的緊縮效果 它正在開始產生 明顯的獲利的壓制之後 對於基本面的好壞 所以現在我們更應該關注的 反而是基本面 對於股票市場的影響 而通膨的確也很重要 但是影響程度不如基本面 過去我們一年我們想說 壞消息就是好消息嘛 你只要經濟 都黏倒了 經濟數據夠壞 那你只要通膨就會下來 通膨下來聯總會緊縮 政策步調可以放緩 它一放緩股市就可以漲了嘛 今年不一樣 今年好消息就是好消息 壞消息就是壞消息 只有基本面好 股市才有起漲的可能性 基本面差 股市就得跌了 那這個是我們要拉回到財報面的部分 現在美國股市 尤其從本週開始 如火如荼的財報季正在展開當中 那其實我們上週看到的銀行股 其實總體絕對值也在下行格局 只是沒有比預期來的差 那你現在看到這些 這些跟台北股市聯動度比較高的尖牙股 或者費城半導體的成分股 你會認為說 目前開出來的財報表現為何 如果它要去庫存 那整個去庫存 庫存見頂下彎的那一刻 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季度開始產生 我們也可以以此來推論 股價的絕對底部的出現對吧 我還是相信升息會有一些影響 而且影響的這個幅度以往 在總經營我想有些人會預測 大概maybe三個月到半年 會很明顯的呈現出來 所以去年的這個升息的後果 就是現在 尖牙股它的財報讓人 皮皮抓的原因 因為說實在 你看Tesla 還有它為什麼最近要大降價 為什麼 說實在一方面要充斥 它自己本身的市佔 它的這個內外受敵 另外一個部分也就是 它覺得升息過快 造成它自己企業本身 在運作過程當中 成本的大量提升 它簡直是一個通膨的受害者 另外一方面升息利率底下的受害者 除了Tesla之外 微軟這個方面也還好 但是比較明顯的 譬如說像Apple 我們現在非常的關注 2月2號那天的盤後 Apple的公佈 大家也都知道 Apple的這個近期 它的營收獲利的表現 你看最近誰自己先 這個怎麼講 下召最急 直接來砍心 就是這個庫克次急 所以你想想 庫克次急都要大減薪 你就知道它接下來公佈財報 會好看才有鬼 這個我講的是實在的 那台灣的企業都收誰的訂單 就在這上面 一大堆的這個尖牙股 都在這上頭 所以如果公佈出來這個情況 你看 正好是在這個新春農曆 我們的這個新春開始開紅盤之後 也會在那個一個月之內 全部陸續公佈 所以我會覺得幾樣東西 我們這樣心裡要有底 電子股的確是在這個 我們現在 現在又開始翻紅了 那個封關之前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紅色的完美封關 但是在這裡面 電子股在這幾天 是比較大盤支撐的重要力量 今天的電子股大概 我剛剛早上看成交比重大概是 不到五成 很奇妙 所以在預備什麼 各位 你要看到時候 它如果 這些金牙股 假設它的財報看不好 到時候有沒有可能鋼鐵人 像這個最近中鋼 中鋼開出來盤價不錯 而且他們悶了快一整年好嗎 那那個如果中國大陸它那邊正好是 開始在舊房市的時候 鋼鐵方便的族群 這個是我覺得你可以去留意的 還有呢 像是金融股 剛剛浩浩特別點 我覺得是蠻重要 近期外資進來 那個捧著錢進來 不只是這個買電子股 其實裡面很大的比重在買什麼 居然在買金融股 而且這個金融股裡面 當然它盡可能去避開受險 所以我只能說 也許你在這個財報公佈 另外一種避風險的一個方式 也許鋼鐵人 也許這個金融股 說不定是過程當中 你可以留意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是說財報機到底公布出來 是好是壞 老實說很難判斷 但是我們可以確認的一件事情是 那波動肯定是會放大 對啊 尤其在1月底到2月初這一波 尤其重量的全脂股開出來之後 有可能類股的輪動速度反而會加快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拉回到 實體基本面表現 就是說現在市場上我比較好奇的是 假設短期波動會很大 但是中長期的底部 到底會不會在今年中旬以前看到 這是一個疑問 因為你說今年是經濟衰退年 誰不知道今年是經濟衰退年 大家都知道的利口還是利口嗎 所以有些部分事先反應了 那到底還有多少沒有反應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仔細思考 我們現在看到有8乘3的同事機構都認為 目前2023年會進入經濟衰退 所以先說明一件事情 沒進入經濟衰退一定大漲 有進入不一定還會再跌 但是問題在於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部分的主軸 都是在經濟衰退 那麼也就是說 基本面優先轉好的這些企業 它就有可能股價有一個上行的空間在 那麼按照目前經濟衰退的三大主因 有高庫存 有高通膨 有央行的利率 鷹派的持續 高庫存是我們優先來進行關注的 那我現在直接切入到台北股市層面 好 我們現在其實台北股市 你說有沒有反應經濟衰退 其實是有一點反應存在的 其實股市修正已經蠻多了 應該沒有人認為現在是屬於初跌段吧 現在至少我們是屬於初跌段 大家都快暈了 或者快要進入末跌段的區間 那我比較好奇的事情是 我們看到現在 不管是各大商業走刊 或者雜誌所進行的統計 普遍人認為今年的盤是盤在萬五到萬六 其實差不多就現在點位了 現在快要勾萬五嘛 對 勾在這樣的一個區間 然後先蹲後跳的預期 是市場大概率的想像空間 那你會認同這種說法嗎 還是說你認為其實整體波動度 可能反而會放大 可能最終是在萬五在萬六 但是今年在年中的波動度 可能會拉到可能萬三萬二 或者說您認為今年的景氣的好轉 它大概會怎麼樣的一個區間進行波動 好我只能說 浩浩你這個問題的確蠻好 我只能說各家有各脆一把 說實在每個人有不同的論調 但是共同承認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前面我們前提 我們都認同 包括這個通膨的利率 其實彎頭往下 但是經濟衰退也開始往下 但是我們能夠承受 經濟衰退這個部分 誰都知道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可能 其實已經在前一個波段 整個在2022年 全年幾乎跌了11個月了 那過程當中殺了將近6000點 是不是已經在那個階段 大致上已經 因為二年沒衰退啊 對 好 那但是經濟沒有衰退 今年要衰退了 那有沒有可能在今年 公布出來的利空消息 其實有些時候大家已經知道 所以利空出境呢 好 那回歸到剛才我們講的這個點 我覺得盤的這個機率 上這上面我還算蠻認同的 因為現在目前大概是萬五 我覺得新春呢開紅盤之後 有機會去touch到萬五 可是接下來元宵節之後呢 好 那個大標旺季喔 去年大家很嗨 延續的2021年的時候 到虎年還很嗨 這個直接從外資直接進場 清理戰場出去的時間 正好落在元宵節 你如果仔細細想 就落在元宵節 一路下去這樣子看 感覺好像每年的五窮六決 還算是蠻明顯的 我覺得是明顯的 OK 那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針對台北股市啊 其實就算要投入者 還是可以有更期待 最後一波緊記下行 利空徹底的空間存在囉 我相信很多人期待 包括我個人 我也期待 那很多人是認為 有可能第一季有機會落底 落底的那個幅度 有沒有可能喔 像這上面說 大概是落在萬六上下 我覺得這個range的空間 大家各自想像 但是有沒有可能低 真的是低過於一萬二 今年其實你說完全 說虎月寒先生講的完全錯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也很接近喔 所以如果真的是 因為景氣的衰退 得到的數字 真的撐不住 真的有機會再往下 那我覺得 這倒是一個很不錯的 一個進場的時間點 那同理可推 他如果接下來 我覺得先蹲後跳 轉折點 我覺得除了這個央行 美國的央行不再繼續的 鷹派升息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只要這個部分持續 到了下半年 我覺得調解完這個庫存節奏 有沒有機會往上 有任何的一點好消息 就有機會往上 你看剛才我們有提過 近期你看很多人利空不跌的 包括聯發科也好 包括穩茂 大家要留意啊 他們通通都是這所謂 消費型電子的一哥啊 他那個領域的一哥 他之前有說有多壞 那跌也跌個一兩年了 是還要怎樣呢 所以有沒有可能啊 這些部分都是已經在 報章雜誌先預期的時候 他已經先購 你可以看到 近期你看 今天 包括像連今天穩貌 居然都還不錯 今天還有一個指標 就叫做聯電 聯電在去年的情況 他的營收獲率表現不斷的創高 可是他的 因為他很好收割 所以去年 這個外資殺也殺得很兇 近期都在回補 昨天他的法說 是不是提前反映 昨天的那個 利空進出 昨天交易了大概6.7萬張 所以我想強調的是說 的確我們都知道你不好 你只要願意老實說 有沒有可能就像這個 林恩平的這個策略 你先在投資人面前扮演老實數 這樣我們一般的投資觀眾 才有辦法去做一個正確決策 那麼利空只要出境 給你一天到 現在大概頂多一天 你看大力光那天一殺之後 包括聯發科 包括這個PA三雄也都跟著往下 可是就一天 然後隔天 這個大力光就開始翻 聯電今天連一天都沒有過 他今天就已經開始在 那個那個 開始這個利空出境開始翻紅 所以我覺得 近期之內 真正的一個轉捩 轉捩點有可能就是 當財報 我們國內 我們現在試的是美國的財報 接下來我們能夠預估 就我們國內的訂單 跟他的下行 跟庫存去化的情況 那麼我相信到五窮六決 差不多在年中左右 也有可能清乾淨的時候 符合也清出去了 那麼接下來 我覺得一路往上打 這個可能性有 所以因此我其實蠻贊成 我覺得萬六多以上 我覺得那個機率是有的 這讓我想到 最近好像股市反彈的 或者說個股反彈 大部分都是願意主動 調降資本支出的 開始進行成本準結的 所以這個 老實說 大家來多做些留意和關注的 但是不能改變的一點就是 今年可能先蹲後跳的行情 它應該是會有所展現的 蹲多低不知道 但是你至少知道 今年是一個中長期值的布局的一年 也許錯過了今年 下一輪的擴存循環 它就是三到四年之後了 對吧 好像要掌握這樣的時機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看 因為台北股市 由於全職股 主要還是由台積電來進行帶動 所以台積電這一家 在地緣政治 或者在海外設廠 是不是會壓縮到股東權益報酬率 或者毛利率的變化 就特別重要了 那麼台積電其實 最近也召開完第四季法說 毛利率甚至衝到六成 那麼這麼好的數據 讓我對明年 對今年有點悲觀 為什麼 因為怎麼可能今年 比去年還要好多少呢 去年的表現已經這麼亮麗了 那我們從台積電的財報 或者台積電這檔個股 對於台北股市的影響 我們要怎麼來做一些留意 那其他的全職股 會不會反而產生一些輪動的跡象 浩浩我覺得你的問題是很多朋友 我們大家共同討論 我有一個觀點跟大家想法 可能不那麼完全一致 因為我覺得看台積電這檔個股 它不一樣 它除了是我們台灣台股的縮影 你這一次看最近剛公佈出來的 台積電的走勢 相當於跟我們大盤的走勢 幾乎要相似度高達九成 比0050還要更貼近大盤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這裡面 它的這個個股的表現 它不完全只是基本面 它不完全只是 它現在每個階段季度的法說 它還有地緣政治 一個很敏感的因素在這裡頭 那還有很多人像陸行之 我沒有這個別的用意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優秀很資深 也很棒的一個半導體研究的前輩 但是我只能說台積電的訂單 完全只是我們檯面上看到的嗎 好 那我的意思是指說 其實它現在變成美積電 不就是因為它背後 其實也有國防軍工方面的因素 所以有些併單是我們看不到 毛利非常的高 甚至說不定高過現在的蘋果 you never know 所以現在3奈米 它現在開N3 N3包括這個ZX等等通通都出來 開出這一系列我倒覺得 它本來就是一個成長型的股票 雖然很多人把它當定存來存 這是一個部分 但我覺得護國神山 它在這裡面 它這個除了對台股的這個相似度 跟它在地緣政治裡面突出的代表性 我倒覺得像它現在 五成的法人為什麼最愛台積電 明明知道拉它就等於拉到大盤了嘛 那今天我覺得尾盤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封關 大概真的就要看台積電 它現在稍微小跌 但我覺得才502 現在大概連續第三天佔500塊以上 我覺得算是OK的 但是我只能說 在這裡面接下來的佈局 那這裡面還有特別提到的 包括像是台達電跟聯發科 台達電也非常有意思 我們稍晚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可以簡短的帶一下 我覺得今年 有個非常重要的成長區 一個護國神山 它是代表軍火庫 而且是全球的景氣的 尤其先進製程的No.1 但另外一部分台達電 它確實在佈局全球 包括在節能能源 能源政策是我相信 今年2023年台北股市 我覺得在這個政府的政策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利多 那聯發科比較不一樣 聯發科的部分 我覺得它表徵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消費型的電子 飛平的陣營 當蘋果的陣營你可以看 也許台積電 也許鴻海 它最近鴻海的股價非常壓 鴻海的情況 我倒覺得是需要值得關注 我覺得它跌破 那但是我覺得聯發科情況不一樣 為何我要這麼講 它為什麼最近可以勉勉強回到700 當然今天有點盤下的震了 因為我覺得接下來中國的解封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中國解封 它到時候它的這個消費型電子 它如果這個經過這段時間的苦難 突然解封嘛 這個人員啊各方面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 下半年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相信有一波的一個復甦 它會呈現在聯發科制裡面的 消費型電子的代表性上面 所以過去我們看到 接收美國軍用晶片的 大部分是美國本土企業 格陸方德 但格陸方德它是做成熟製程 對 那你說先進製程 現在難道軍用晶片要靠Intel嗎 感覺可能性也不太高 所以短期內可能跟台積電 有一些密切的合作 但是這個交易 在台面上我們看不到 也許 浩浩我插句話 我這因為我正好多知道 一點點也不 你怎麼什麼都知道 因為知道一些些 一些些 近期你看看到台積電 不得不有美積電有日積電 而且日積電要開出二場 這裡面是非常高敏感度的 地緣政治的事情 那德國的德積電 為什麼呢 它當然它有商業家 這個比較 這個敏感度不會那麼高 但是德積電也確定 要去那個德勒斯登 也確定要去了 好 那你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台 這個台積電的部分 我們只能說 它的先進製程 除了配合那個 它真的是軍火庫 我坦白講 我覺得我的了解 而且它以前下單下台積電 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它方面非常的嚴格 而且擔心洩密 所以它現在乾脆直接把台積電 抓到美國 就地 我跟你講 其實那到時候真的是 它的確是不太信任 它自己本身 Intel本身的能力 否則 何必多此一舉 這麼重要的國防疾病 所以 真的就台積電弄得成 所以我只能說 在這方面 我簡單的 簡單插句話 就是說 所以台積電 我們在糾結 在它現在的毛利率 我認為 你就小看了台積電未來的爆發性 還有它本來就是成長型的股票 接下來它還有可能會出現在 像創意這一次 你看這創意也有在這裡頭 專門IPC制裁 裡面有很多的技術授權 跟為客戶量身訂做 這到時候學問很大 所以我只能說 在這裡面 我總覺得啦 今年法人會看好它 必有它的理由 而今年有沒有可能在中夏年的時候 跟著台股一直往上墊高 撐住萬六以上 真的就要靠台積電 你這樣一講 我就不免要好奇一下 國軍怎麼沒有善用這個契機呢 對不對 飛彈還會射完 所以要值得觀察一下 不是我講的 好好講的 我們要觀察一下 接下來在不同地緣 但是就我的理解啦 我一直以為 到日本到德國社長 是屬於車用晶片的部分 但是也有可能 背後有一些在 軍事背後的合作 但都值得觀察 但是剛才你也提到了 我們假設好了 台積電的毛利率 就是可以在今年維持 這麼高位的水準 而且同時 即便在海外設廠 它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受到影響衝擊也不大 我們都假設這樣的前提 但是呢 它也頂多就是穩定 目前台積電的股價 在高位進行盤旋 你要真正有那種 台北股市持續創高 肯定要有類股輪動 那麼如果要類股輪動 剛才您提到的 電動車產業 或者節能儲能 在今年是一個 市場上持續關注的重點 尤其我們看到過去的 這個台大電 或者儲能相關類型股 在過去一年的表現 老實說 相對於傳統全職股 表現是很強勁的 那我們也看到 目前電動車 或者說 整體電池相關產業鏈 受到市場矚目的焦點也很高 那就說明 有資金的地方就會有不動 所以不只是題材有了 基本面有了 同時也值得我們來關注一下 到時候在後世的變化 那我們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 如果是以能源儲能的角度 來做切入的話 新春開紅盤之後 假設類股開始輪動了 我們要怎麼來關注這些 相關的概念股 剛浩浩講的蠻棒的 我是覺得我也很認同 那特別是如果是新春開紅盤之後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簡短的題 我個人非常的看好 還是能源政策 因為同樣又是因為台積電 怎麼說又是因為台積電 來 各位台積電 絕對我個人的了解 他真的不是 除了毛利率不只是要看他 股東的權益報酬率 不只是這樣看 否則你看 為什麼魏哲家魏總裁 自己拼命買 難道他不怕 你知道嗎 讓一個扛把子 股票壓那麼多在裡面 沒弄好 他心理壓力很大 股票一直跌 政府又不去拉 他是該怎麼辦 所以我只能說 他的背後的盤算 可能不是你表面上看那麼簡單 好 那但是我的意思說 也是因為台積電的這個 中芯電台 他作何來解釋 因為能源的政策 你不要忘記 那時候劉德英 劉董事長說 他對於未來台灣五年 他什麼都不擔心 他也不擔心人才 他擔心的 也不擔心錢 他擔心台灣的電 所以目前為止 台電你知道各位 大家都天天在用電 你知道台電已經虧損 超過五千多億了嗎 對 他基本上 他就算調高多少的電價 基本上都沒有辦法 讓他轉虧為盈 至少在未來兩年之內 所以你就知道 電有多麼的重要 所以到時候 他的不論是像中芯電 它有這個輕能源 因為ESG 這種未來我們搭 這個碳中和 這方面的這個 這個政策議題 綠能方面 這依舊是一非常重要的重點 所以 如果結合台積電的需求 如果結合 國家未來政策發展的目標 好 那這些部分 我覺得focus在 能源的題材 那目前為止 如果我們這個 導播我們這個字面 我們再大一點 對 你看喔 像是中芯電 看起來到了有點落差 你看他到了12月的營收 他的年增還是在付的 有些部分 他已經累計的部分 在第三季 因為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全部 完全陸續公佈完 但第三季的有 所以我們把他那個 第三季的公佈出來 就是說 像中芯電 你看台達電是不是很優秀 你看台達電他的那個EPS 我們上面是累計 所以目前為止大概 也已經將近10塊錢 到時候大概看他第四季的公佈的情況 身為人員也是近期 股價非常的有波動 但是因為他是因為股本小 那華盛其實是長期 這個台電方面 像配電 輸電方面 很重要的一個好夥伴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只能說 近期如果這個已經砸價 非常大 有的人比自己比較低 至少5000多億 有的人說9000多億 左右的資金已經固定 要在這個能源政策方面做佈局 那麼我倒覺得近期 比如說像中芯電 未來我真的覺得在新的來年 因為他目前為止 他的那個前一段時間 有的人會覺得他比較飆 已經飆過一段時間 但不要忘記 政府的能源政策裡面 我相信台中芯電 會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之前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虧損 我覺得真的還好 因為除了中芯電 我至於我所知 目前為止發展氫能源 氫能源的部分 現在很飆上高麗 高麗直到今天都還蠻飆的嘛 所以那個跟氫能源有關的 那高麗它有Blue Energy 但是我們如果是中芯電的話 他也在研發氫能源 而且其實有跟公園院 共同在做一些研發 那還有像是帆軒 帆軒可能是很多人 可能沒有特別去留意到他 那只是覺得他是台積電供應鏈 做跟著去做打造美積電 但事實上 其實帆軒還有更多幾家 他們已經在跟公園院 做很多的研發 跟氫能源有關的 到時候進入有的是充電樁 有的是做電池不等 所以我會覺得這些部分都是今年 我覺得能源政策裡面 必看的這幾檔個股 那台達電我還是覺得 最後我們提點台達電 我覺得台達電 右邊的部分是台達電本身 他自己本身有儲能有節能 他是做了20、30年 以前我在媒體的時候 就常去採訪他 他關注非常多年 那麼今年我倒覺得 他綜合的做一個大爆發的可能性很高 還有有一個 一個數據補充給所有的觀眾了解 那台達電他在過去的10年 台灣投資台灣台股裡面 波動率有 但是固定還讓存股住存得到錢 唯一的一檔叫做台達電 而不是台積電 OK 那就很有趣了 因為我們觀察到 像台達電 他至少還可以當成一個 中長期穩定理期概念股 但是不得否認的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因為市場焦點 在整個二二年 其實已經聚焦在電動車 很大一部分了 所以我們看本益比的部分 老實說有蠻多股票 都已經推高很多 所以它可能適合做一個波段上的投資 但可能這個時候去存股 基期稍微有一點比較高 是要稍微小心一點的 可是我又回過頭來看 如果你觀察現在 我們所看到的全值股 本益比都在做大幅的修正當中 那到底我們現在針對這些全值股 本益比偏低的 到底還能不能存股呢 剛才您提到 如果台北股是先蹲後跳 你就不能放過今年 存股或者中長期投資的好時機 從全值股來看 你怎麼論定 我個人是這麼看 如果有比較膽小的觀眾 真的是保守又保守 那其實你工作又很忙 我真的勸你 其實今天0050不是正好有消息 而且0050正好也是一個時機點 也許它反應最近被賣的很厲害 但是0050我倒覺得中長期 因為都含有這些個股 那我們抬頭看 像上面我們的台積電 我覺得它是股價具有比較大的爆發力跟波動性 波動性比較大 所以上下之間你說它本益比 我個人認為說實在14.17的目前的本益比 它的值率的確比較低一點 但我覺得它的本益比這樣算高嗎各位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代表一個國家的護國神身 我覺得它這個我認為是偏低的 所以就看你怎麼樣去看待目前的股價 當然你也想要它回到370 我說實在這個是不太合理的 你看巴菲特也都有至少460左右的價位去買 所以我會覺得我是長期看好 所以我覺得波動性的部分 台積電我覺得在這段時間 一個range只要500塊以下 我真的覺得其實是具有一定的一個投資價值 但是有趣的是聯電 我們這二哥聯電 去年也是有一段時間一直營收創新高 跌得迷迷茫網 昨天法說也是很多人看出來它 可是有一個點 我真的覺得它算是股價委屈 如果我們以這個聯電目前為止 它的股價目前大概都是台積電的10分之1左右 那近期其實你可以看到年前 這個從1月元月份以來 你可以看到外資拼命的卡位 其實裡面的量最大的還是聯電 當然可能是因為它股價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你看它的本益比才多少 目前為止估大概只有6.7% 它的殖利率有多少 它的殖利率有6.64 坦白講我覺得如果是存股足 而且再加上你以前你對聯電 我們的聯電好歹是全世界承受制衡 我覺得它是No.1 再加上現在如果中國 它不打算要再壓住資金 再培植它自己的中心 這種所謂的成熟製程的部分 我覺得最後最大的獲益者 不是聯電就是世界現金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以聯電好長期的穩當 它目前為止交出來 它今天已經告訴你它不降價 它的這個代工價格還不降價 所以我倒覺得 其實我們蠻可以留意的 是本益比實在是蠻低的 一個世界一個成熟製程的No.1等級的二哥 結果它現在本益比我覺得 真的我覺得那是一個委屈的本益比 但是它的殖利率又相對 我覺得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 存股族你要做波段 趁機會 我倒覺得這個聯電其實也是 不錯的一個方向目標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說 隨著中國大陸切入到成熟製程工業之後 可能會把成熟製程打成一片鴻海市場 可是我們都很清楚 現在全球的半導體正在脫鉤 我採用的報價和你採用的報價 可能不太一樣 聯電目前還在新加坡廠如虎如荼的建廠當中 所以值得大家來做一些關注 隨著這個社會分化 地面政治風險高升的一年 到底2023年它會是一個衰退年嗎 答案是的 但是很有可能它也是一個復蘇年 而這個復蘇年很有可能在今年 它就要開始反映接下來的復蘇期 所以族群在哪裡 電動車產業可能是一個好的入手點 當然如果稍微保守一些你的投資者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點 本益比有沒有更低一些 可以進行中長期的股票呢 周圍老師每天都會針對當前的盤勢 來做一些推演 那也先預祝周圍老師新年快樂 兔年就祝大家數前數到兔 好不好 那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的疑問想法的話 也可以加入薇薇姐的 不管是Line8 Facebook 還是YouTube頻道 裡頭都有宏觀的訊息 個股的操作 以及產業上的借鑒 提供給投資朋友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新年快樂啦 那我們就封關之後 1月30號新春開盤嘛 對吧 1月30號之後再相見啦 到時候我們要請薇薇姐來探討 到底族群的輪動開始產生了沒有 美國的財報季 到底有沒有如薇薇姐的 開始波動放大呢 如果放大了 機會就會出現 所以到時候再來跟投資朋友 多做一些留意和關注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次台股達人秀再相見啦 謝謝薇薇姐新年快樂 謝謝 虎虎大展 三師傅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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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